好的 我們今天主要就要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語音輸入 那其實早上我還有增加一個東西進來的喔 欸 我看一下 欸 怎麼沒有在裡面 等一下我會再加進來喔 因為呢 上個禮拜我們只介紹第一個 但是呢 這個是屬於雲端的服務 雲端服務 所以請問老師 你打字的速度快還慢 慢喔 請問一分鐘有十幾個 二十個字應該有吧 有嗎齁 那 有沒有超過三十個以上的 我有喔 但是我發現用這種方式 我手也不會太累 所以等一下我們來試一下 那麼這裡面呢 我主要介紹了兩個 兩個雲端的服務 一個是Google文件 現在大家應該都有Google帳號對不對 所以在Google的文件裡面 他就有內建這個工具了 另外一個呢 叫Speech Notes 效果也很不錯 那平常我在用是以Speech Notes比較多 好 那不管你用哪一個都沒關係 我先用Speech Notes給您看一下 那您可以稍微比較一下 看看 看看 自己 手工的和自動的 看 差多少這樣 好不好 當然說台語不通啦齁 你叫他聽台語不通齁 好 所以Speech Notes 我們他需要做一個動作就是要選擇語系一下 但是Google的就不用齁 好 你看他把他點進來 好了 對不對 然後呢 各位是不是都有麥克風了 耳機嘛 都有的 你按一下這個 第一次呢 他會要求你 允許要存取你的麥克風 OK 老師 我們就來進行語音輸入囉 這樣打字的速度 有沒有比你用打得快 有 知道以後不用寫報告了嗎 也不用打報告 用講話的就好耶 老師剛剛有人有發現問題了 有沒有發現少什麼 對 所以你看右手邊是什麼 有看到了齁 所以雖然 嘴摸說 手也要 摸做加工嘛 對不對 對啊 你就點到這邊 對不對 OK 對不對 標點浮握目前 這個是沒有辦法 但是 等一下我會跟老師介紹 手機APP 有一個可以 上禮拜沒交 不要告訴我 所以徐老師有聽兩次的會撞到 開玩笑啦齁 真的上禮拜是沒交啦 但是 你看 就是你這樣在 打的 有沒有 好 那如果你不夠了 當然你就自己再加進 不過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他的什麼 標點符號請問是半型還是全型 半型的 其實以我自己來講 我是用無聲密輸入吧 無聲密 所以其實我沒有打標點符號的困擾 好 這樣啊 因為我打出來就是都是全型的啊 我沒有這個困擾啊 可是如果你是用注音的 這個就有困擾對不對 標點符號你要在那邊切來切去的 總算花一點時間嘛 那所以他有提供 這樣是不是就比較方便 這樣了解 OK 那我等一下 對對對 你就用點的啊 還是老師你覺得 我要叫出那個標點符號的 這台自己 自己來打比較快 當然是慢對不對 他不是說可以說啊 他不是說可以用說的 喔 標點符號目前這個是不支援用說的 這個 這個 這個目前我們在這兩個 我等一下介紹這兩個雲端 他都不支援就是標點符號用說的 好 所以就標點符號的部分 目前必須要用 手動 就是在這邊用點的啊 這邊用點的 對對對對對 那如果您都OK了之後呢 您就可以直接怎麼樣 來這邊複製 就看你要放到哪裡去啦 這樣了解齁 好 那我們繼續來看一下這個雲端一點的部分齁 您就新增一個這個 新增一個Google文件就有了齁 那您從上面這邊呢 有一個工具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語音輸入 那這邊他不用問你語系 因為你在註冊帳號的時候就選過了 好 就選過了齁 所以你只要按下這個 一樣他問你能不能允許 那我們就來用 Google語音輸入 請問這樣速度也還不錯吧 有沒有標點符號 沒有 逗號 他真的比你逗號啊 好 那怎麼辦 你看 其實Google這裡也有 來 你看一下 這裡有沒有一個手寫的 有沒有發現這裡也有 對不對 你把它叫出來是不是就可以用 不過這邊是全型的 對對對 這裡是全型的 所以如果老師您需要全型的用Google這邊用 那剛剛那邊是半型 你可能還是需要做一個轉換一下 請問這樣還好玩嗎 好玩 接下來就換你了咧 接下來的課就講完了 哈哈哈哈 來 老師試看看